大家好,欢迎来到生命解码讲座 今天,我们要一起探索心理学中 一个非常有趣且深刻的理论 冰山理论 这个理论,透过一个简单的隐喻 帮助我们了解自己的行为 和心理背后所隐藏的深层结构 你有没有想过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展示的行为 只是冰山的一角 那么,冰山下隐藏的部分 又包含了哪些未被看见的真相呢?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了解 这些深层的自我 这不仅仅是对心理学的好奇 更是对生活的一种深刻洞察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 让我们一起深入这个理论 探索它如何帮助我们 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周围的世界 准备好了吗? 让我们开始吧 首先来谈谈 什么是冰山理论 在深入了解冰山理论之前 我们先来聊聊什么是隐喻 在心理学中 隐喻通常是用来帮助我们具体定义 某些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 而冰山理论正是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例子 想象一座巨大的冰山 我们在海平面上看到的部分 其实只是整座冰山的一小部分 大部分的冰山都是隐藏在水面之下 这座冰山的可见部分 就像是我们日常表现出来的行为 这些行为 包括我们如何与人交流 我们的反应 以及我们的决策等等 这些都是外界 可以直接观察到的 然而 这只是整个故事的一部分 冰山的绝大部分 其实是隐藏在水面以下的 这部分包括了我们的 信念 情感 欲望 恐惧 过去的经历 以及那些深层的心理动机力 这些都是 推动我们行为的隐藏力量 这些隐藏的元素 往往是我们自己 也难以完全察觉的 但它们 对我们的行为 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 了解冰山理论 就是要我们认识到 每一个行为背后 都可能藏有一个复杂的心理网络 我们的每一个决定和反应 都不是孤立发生的 而是深受我们内心世界的影响 接下来聊聊 什么是内在冰山的结构 现在 让我们更深入地 探索冰山下 隐藏的各个层次 这个结构 不仅仅有助于我们 理解行为的成因 还能帮助我们 更好地认识自己 想象一下 这座冰山分成了好几层 每一层都代表了 我们内在世界的不同方面 首先 我们从最直观的层面 开始谈起 行为 这是冰山的顶端 最容易被外界观察到的部分 行为包括我们的 日常动作 语言 和反应 接下来是应对方式 这层包括我们 如何面对生活中的压力和挑战 人们可能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 例如讨好他人 指责他人 或者逃避问题 这些应对方式 往往根植于我们的成长经历 和早期的交际模式 再往下一层是感受 感受 曾涉及我们 对于各种情况的情感反应 如快乐 悲伤 愤怒 或恐惧 这些感受 可能是瞬间的 也可能是深藏于心的 长期情绪 再下一层是观点 这包括我们的 信念 价值观 和对世界的基本看法 这些观点 形成了我们 如何解释周围世界 和自己经历的境况 紧接着是期待层 这里涵盖了我们 对自己 对他人 以及他人 对我们的期待 这些期待 可能来自于社会规范 家庭教育 或个人愿望 更深层的是渴望 这涉及我们内心深处的需求 如被爱 被认同 和自由 这些渴望 往往是我们行为的驱动力 最后 冰山的基底是自我层 这是我们的核心 自我 包括我们的 灵魂 灵性 和生命力 这层是最深层的 也是最难触及的 但它是我们所有行为 和反应的 根本来源 接着 让我们来谈谈 如何实际运用冰山理论 来探索自我 特别是识别我们的 应对模式 以及深入了解 内在的感受和观点 这个过程 不仅能增进自我认识 还可以帮助我们 在生活中 做出更有意识的选择 首先 我们可以从观察自己的日常行为和反应开始 每当你在某种特定情境下 做出反应时 试着停下来 问自己几个问题 一 我在这一刻的行为 是怎样的 二 我对这种情况的反应 是自动的 还是有意识的选择 三 这种反应背后 有什么感受或信念在驱动 通过这种自我询问 你可以开始 是别自己的应对模式 无论是讨好 指责 逃避 还是超理智等等 这些模式 往往是我们在不自觉中形成的 而意识到它们的存在 是改变的第一步 接着 我们可以进行一些简单的练习 来探索这些应对模式 其背后的深层感受和观点 其中一个有效的方法是 进行情绪日记的写作 每天花一些时间 记录下你那天经历的关键情感 无论是正面的 还是负面的 写下当时的情境与你的反应 并深入反思 其背后的深层信念是什么 以及这些感受 对你有何种意义 此外 冥想也是一种极好的工具 可以帮助我们静下心来 观察自己的思绪和感受 而不是被它们所牵动 可以尝试 每天花几分钟 进行呼吸冥想 专注于呼吸 当你的注意力 被其他思绪或情绪带走时 轻轻地将其带回到呼吸上 透过这些实践 我们不仅能更好的 认识自己的内在世界 还能学会 如何管理和转化 那些不再服务于我们的旧有模式 现在 让我们通过一两个案例 来看看冰山理论 是如何在实际情况中 被应用的 这将帮助我们 更具体地理解这个理论 是如何解释 个体的行为 和心理反应 案例一 首先 我们来看看李小姐的故事 李小姐是一位办公室职员 她在工作中 经常遇到压力大的情况 她的应对方式 通常是讨好心 总是试图满足 每一位同事和上司的需求 在一次重要会议中 当被问及 对一个计划的意见时 她选择沉默 尽管她内心 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使用冰山理论 来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 李小姐在表面行为层上的 沉默行为 实际上 是她的感受层上 害怕被批评 或不被接受的深层恐惧 这背后又与她对于 必须讨好他人 以获得认可的观点层的信念有关 她的这种行为和反应模式 反映了 她内在期待和渴望被接纳的 底层期待和渴望层 案例二 接着 我们来看看一个创业的场景 张先生是一位创业者 他在一次创业中 遇到了严重的挫折 他的反应是 立即指责合作伙伴 没有充分准备 在冰山理论的分析下 张先生在行为层上的指责行为 是他在应对方式层上 试图控制局面 和隐藏自己不安全感的方式 这种感受层背后的情绪 可能包括恐惧失败 和对自我价值的质疑 而这又 深受他的观点层影响 认为自己必须要成功和完美 这两个案例展示了 如何通过分析 行为背后的各个层面 来获得对个体更全面的理解 这种深入的分析 不仅有助于个人自我认识和成长 也能为心理咨询提供重要的治疗洞察 总结 与启发 随着对冰山理论的探索接近尾声 我想重申一下 理解自己的深层结构的重要性 正如我们今天所讨讨的 每一个行为背后 都有着一个由多层次心理结构 所组成的冰山 这些层次包括我们的感受 应对方式 期待 和深层的渴望 当我们开始理解这些深层结构时 我们不仅能更好地理解自己 还能更有效地与他人交流 解决问题 并最终达到更高的情绪智力 我鼓励大家 开始自己的自我探索之旅 无论是通过写日记 心理咨询 冥想 或是与信任的朋友和家人分享 都是了解自己内心世界的有效方式 每一步深入的探索 都可能揭示出新的自我认识 带来改变和成长的机会 记住 这不是一夜之间 就可以完成的旅程 自我探索需要时间 耐心 和勇气 但每一步的努力 都是值得的 因为它将使你 更接近真实的自我 并且拥有 更丰富 更有意义的人生体验